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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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两吨 它的余数或者一加三或者三加一或者二加二 那都是四 四加四的时候才是八 所以呢 算出这卦呢 大家看呢 整个呢 五个窑都是一样的 只有第五窑是阴窑 这样呢 这五个窑呢 根据咱们上次课讲的 因为它是老阳 是九 得出数是九 这样它就要变 变成阴窑 这五窑呢 因为它是八 是哨音 它不变 所以把它照样画到这边来 这样呢 最后就得出一个纯空卦 所以这个卦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不容易碰到的 实际上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一般的例子呢 应该就是说 它第一 不会有这么多的动摇 而且都是 都是这个老阳 它这一次老阴都没有 而在实际的这个酸瓜过程中 应该是9876这几个数字呢 都能够碰上 这个大家有兴趣呢 这个自己呢 也可以下去找一些筷子或者火柴呀 或者是牙签啊 什么的 这个可以做一下演算 现在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 这个整个释法里边 它对大自然的模拟 刚才说了 首先 这个55 大眼之术是象征 这个 这种释法 它南阔天地 第二呢 是一堆 在上面 一堆在下面 然后再拿出一根来 放在旁边 这个代表天地人 象征天地人三才 然后用四除 象征了这个四 这个四呢 就象征了一年 一年是四季 所以是用四除上堆 用四除下堆 得到的余数 上堆 用四除上堆 得到的余数 这个余数象征 这个立法里边有润月 那么用四除下堆 又得到余数 这第二次余数 象征五年之中有两次润月 当然这个 说的立法呢 都是咱们古代的立法 不是现在咱们用的这个功力 而是用 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农历 古人 为什么 咱们都知道 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占卜呢 是指的 如果特指的话 那么占卜指的是 用乌龟壳来进行预测的 那个叫占卜 咱们这个 用草棍的 叫试法 那么 古人为什么用乌龟和试草 大家想的这个乌龟呢 是动物里边 可以说是最长寿的 俗话都说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可能那龟的寿命是非常长的 释草 就是一个草头 一个老 一个日 这个释子 这个释草 它也是多年生的 在植物里边 在草类里边也是算长寿的 那么这两样东西都是很长寿的 古人用它们呢 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就是古人认为呢 它们 由于它们的生长时间长 在自然界 它们生存的时间长 这样它们吸收了更多的天地的灵气 所以就更有 更灵 它更能够反映出你算卦你要求的结果 是基于这么一种想法 那么刚才说的象征 它这个呢 还有象征这个一年三百六十天 象征万物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咱们就不跟大家详细说了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呢 这个释法 从一开始呢 就是古人在设计这种释法的时候 他的这种思想 就是基于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论 然后呢 就是它 极力模拟大自然 这个是可以说是古代的 释法的共同特点 古代的这个占卜方法的 各种占卜方法的共同特点 它都是要极力的去模仿大自然 就像咱们现在做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它是以这个大自然的规律为基础 你比如咱们说过这个奇门顿甲 奇门顿甲呢 它有这个四个盘 有四个盘 它有天盘 地盘 人盘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神盘 它这个呢 也是在象征 宇宙 天地人 三财 也有这种象征意义 然后呢 它这个奇门顿甲那边 它又有这个地盘上有八门 就是修生生度 仅死惊开 八个门 这八个门呢 象征这个东南西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这个八方 它又可以代表事物的八种状态 但是它的设计的基本的思想 指导思想 它也是在极力的模拟自然 就古人认为这样的话 它算出来 就像咱们现在说的这软件一样 我设计出这么一个软件 这软件呢 是模拟自然的规律 所以你这边 你预测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从这头输入这个一些数据 从那头呢 就是通过这个软件 然后得出结果 这结果呢 就应该是 你所需要的 你应该知道的结果 下边呢 再跟大家介绍一些 《易经》中常用的术语 首先呢 是就说 阴阳 咱们说的阴阳阳阳 和这个刚柔 它代表这个两种对立的属性 阳代表积极向上 活泼等等 阴呢 是和阳是恰恰相反的 代表消极向下 消沉等等 如果阳代表白 那么阴就代表黑 阳代表热 阴就代表老 它永远是对立的统一 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对立统一规律 周一中呢 还有一些经常出现的词 你比如吉 就是吉祥 凶 就是表示有灾难 还有悔 后悔的悔 这个悔呢 它不是后悔 而是表示有困难 旧 一个处字 就是相处 相处的那个处 里面一个口子 处字里面加一个口子 旧 表示小的灾难 令 就是吝啬那个令 但是在周一里边呢 这个令字也是经常出现 但是它表示的不是吝啬 而是表示艰难 还有利 就是厉害的那个利 这个利呢 它表示的不是厉害 而是威胁 这个当时咱们讲前挂的谣词的时候 这几个字基本上都会碰到 刚才呢 说到这个 这个周一的这个 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 这个周一呢 咱们刚刚才说了 它这个六十四挂 它的最基本元素就是阳谣 阴谣 非常简单 所以呢 这个呢 经常使我联想到的 就是咱们 预乐的时候下的围棋 下的棋类 你看棋类里边 咱们经常玩的有围棋 象棋 什么军棋 跳棋 还有这个麻将 大家看呢 这个 就是排的种类比较多的 你像麻将 有什么东西南北中发白 呃 调子桶的腕子 啊 而且调子桶的腕子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加一块呢 的话有好几十种 这个 排的里边的种类多 它的玩法呢 反而更简单 啊 而这个象棋那比这个 麻将 它在这个里边的这个种类就少一些 啊 几个竹子 那是那是重复出现比较多的 然后什么降下 是啊 居满炮啊 那么它这个就比这个麻将要复杂一些了 而围棋 大家想一想 围棋的籽就是黑子白子 可是围棋呢 它的子类是最简单的 而它的变化是最多的 这个玩法是最复杂的 啊 我甚至觉得这个下围棋 简直很难算是预乐啊 这这简直是比比这个脑力劳动还还要累啊 这个会下围棋同学肯定都会有这种体会 而且你下围棋的时候你得很神经很紧张 他就不像打麻将时候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个围棋 你看它就是黑子白子 和这个这个咱们说的周易啊 里边就是阴摇阳摇啊 这点上是很相似的啊 所以会下围棋同学也会感到 你会下之后下的比较好之后 你确实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那这个周易也是啊 他用最简单的阴摇阳摇两种符号 却可以描绘出最复杂的世界万物啊 他用八卦六十四卦啊 六十四卦再加上变卦呢 是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啊 用这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来模拟世间的万事万物 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一节课咱们给大家提的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周易他一个占卜的书 他能够这个被现在人被后人认为是哲学书啊 我想他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此啊 他就说用最简单的符号啊 而这两个最简单的符号呢 其实恰恰抓住了 就是说这个宇宙中的最根本的规律 最基本的规律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对立统一规律 这个呢 这个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这个需要咱们大家呢 长期的去在自己的生活生活中 社会实践中慢慢的体会 这个我现在我学了周易之后 我感到确实就是宇宙的最最根本的 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这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真正把它掌握了 能够运用它去指导你自己的行动 这就不简单了 所以呢 咱们前两节课说到的二进制 一零 它实际上和这个围棋 和这个周易的阴阳阳 是本质上是一样 就是这三种东西 一个是用黑白子 一个是用一和零 一个是用阴阳阳阳 他们都是用这种 这两种对立的东西 来 就是说他们 这个三刚才说的三种 三种东西 他们用从三种不同的角度 在反映同一个东西 这同一个东西就是宇宙的规律 所以说莱布尼茨 他在受到周易 看到看见周易易经之后 他发明了二进制 这绝非偶然 这个是有它是有很深层的本质的联系的 二进制是用数学 数学的方式来表达周易的思想 表达宇宙的规律 所以这二进制也是最简单的 但是呢 现在大家看电脑能做出多少事情 这和周易也是非常相似的 周易是用最简单的阴阳阳阳阳阳阳 两个 这么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他就可以 描绘出宇宙的万事万物 这点呢 就是学周易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 他应该把握这个思想 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之上 你再去看周易的原文 你再去理解周易 才能够真正的去把握他的这个本质 这个关于周易的知识呢 咱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这些 现在咱们呢是书归正传 回到咱们的这个课文 其实咱们前面讲的呢 都是必要的铺垫 如果没有这些铺垫呢 你理解周易呢 就会很困难 有了这些铺垫 你再看周易的话 就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 理解起来 也就知道 是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个周易的原文 这个咱们的课文里边呢 周易呢 因为原文呢 虽说不长 但是咱们不可能全部引用 所以只引用了 前挂坑挂和细词的一小部分 上次咱们说了 周易呢 它是由等于是64篇短文组成的 就是64个挂 所以这64篇呢 咱们只引用了它其中的两个挂 然后后边呢 它是这个大传呢 它是一共有七种诗篇 咱们也只引用了这七种诗篇里边的 一篇之中的一小段 所以这个呢 只是起一种 这个 引大家 这个入周易的门的这么一个作用 也就是像 咱们俗话说的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么 真正 要是对周易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以这个为 开头 以这个为契机呢 自己去再进行深入的研究 咱们现在用的课本呢 就是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也应该在一开头就给大家介绍 但是开始这个没有经验 没有跟大家介绍 就是现在用的课本呢 是这个北师大历史学院用的 这个课本呢 是上中下三册的 是叫中国历史文学 但这个课本呢 马上就要换新的了 从咱们现在2008年 2008年7月 就要出一个新的课本 这个新的课本呢 是两册的 两册呢 它的第一个课文 正文的第一篇呢 和这个三册的一样 也是以周易为开头 所以在那个课本里边呢 如果大家在课下需要复习的话 需要有合适的课本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北师大 这次出版的是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还叫中国历史文学 是上下两册 就是08年7月的新版的 下面咱们开始讲这个周易的证文 先给大家说 念一下这个周易简介 周易呢 又称易经 简称易 是儒家经典 上回我说了 它不只是儒家经典 还是道家 这个群经之首 旧传福西做八卦 文王做词 萌芽期可能早在殷州之际 书为经传两部分 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个谣 副 卦词 谣词 合在一起呢 就是周易的经文 做占卜之用 就用现在词说 就是预测 称易经 古经 解释 卦词与谣词的七种文字 就是上次咱们讲到的 炭 上下篇 下 上下篇 细词 上下篇 文言 说卦 续卦 杂卦 一共是七种诗篇 合称为 十亿 就是上次咱们说的十个翅膀 通称为易转 又叫周易大传 经文 以象征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形式 推测自然和人世变化 把千变万化的事物 抽象概括为阴阳 一对基本因素 认为阴阳二气交感 是产生万物的本源 又提出刚柔相推 变在其中的 朴素的辩证法观点 从史学角度看 他记载的社会现象 相当广泛 诸如政治 经济 社会制度 社会生活 思想意识等等 都有所涉及 因此呢 也是相当重要的 上古社会的历史资料 易转则是古典哲学中 非常重要的著作 西汉时 经转 分别 发行 后来经转 合而为一 早期有郑玄坐得住 已经失传了 现在通行的 有 魏晋时期的王毕 坐得住 晋 唐康伯 坐得住 唐孔颖达 周易正义 唐李鼎座 周易集结 等等 那么咱们选的这 第一篇呢 就是周易的 前挂 咱们说过 周易六十四挂 现在的排列 是以前挂 为第一 所以呢 它就叫前第一 然后就是这个挂形 挂形呢 就是 六个羊瑶 六个羊瑶 下边呢 有前上 前下 这个前上前下 指的是上三摇 是上挂 是前 下三摇 下挂 还是前 所以叫 前上前下 上挂是前 下挂也是前 这个钱呢 是三摇挂的挂名 下边这个 前 圆恒立真 这个钱呢 是指的六十四挂的挂名 圆恒立真 啊 这个呢 有很多种解释 上天和咱们说了 就是 周易 他的经文 的解释 和 周易大传 对他的解释呢 就周易经文的本意 和大传的这个解释呢 他有很大的差距 咱们现在讲的 主要是经文的本意 所以这个圆恒立真 这个圆在这呢 就是大的意思 亨 亨这个想 就是享受的那个想 这个想呢 在古汉语里边呢 是祭祀的意思 圆恒就是大想 大想呢 就是一种祭祀的名字 真 说完解字里边说 真就是补问的意思 那么 那么立真 就是 补问 如果你现在 测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 你测出的这个事情 是有力的 是极力的 啊 这叫立真 所以 这个 这个 前圆恒立真 这个呢 合在一起呢 就是 所谓的卦词啊 就是钱卦的卦词 这个钱卦的卦词呢 很短 就四个字 钱 圆恒立真 经文的本意 可以这么翻译 以前咱们都是一段之后翻译 咱们在讲周语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古傲 所以咱们每一句 就是讲完之后 立刻给大家翻译 这个 就是钱卦 可以怎么翻译 就是说 是欲此卦 可以举行大响之计 是有力的站问 是欲此卦 这个是 就是 上级和咱们说的 一个竹子头 一个巫婆的巫 是 就是说 你在预测的时候 碰到钱卦 是欲此卦的意思就是 预测的时候碰到钱卦 那么 可以举行 大响的祭祀 就以大响为名的 这种祭祀 而且呢 这个时候 你如果问一个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它的结果是有利的 这个是经文的解释 大传对他的解释 就完全不一样了 咱们呢 就是在这个挂词的时候 说一下 这个 就是传 对这个经文的解释 经文本来是 就是 是这个意思 但是大传的 对他的解释呢 就是说 这个钱呢 翻译为天 天呢 这元亨利争 下边这四个字呢 他认为呢 这天呢 有这个元亨利真 这四种 德 元呢 就是善的意思 非常好 亨呢 就是亨通 通达的意思 利就是 有利 真 就是正 所以呢 他这个 他说呢 这个 天呢 有这四种 德行 所以这个 天 天的性质 是这四种 就是元亨利真 这四种性质 所以他跟这个 经文的本意呢 相差很远 所以为什么这个周易 会有 咱们开始说了 周易有三千多种 解释注释 他的这个著作 就是说 因为他本文的 非常简洁 所以呢 就说 解释他的时候 他这个余地就很大 下边是 出九 乾隆无用 这个出九呢 就表示 是钱挂的 出窑 九 这个周易里边呢 凡是遇到羊窑 就记为九 所以在六窑挂里边 自下而上 羊窑分别记为 出 出窑那是出九 二窑是九二 然后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这儿呢 我画了一个 前挂 就是出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这是前挂 是纯阳的挂 出九呢 就是 就是这个出窑 出窑 出窑 他的窑词呢 叫乾隆 勿用 龙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龙呢 在自然界呢 应该说是 并不存在这种动物 是咱们的祖先呢 他用很多种 很多种动物的这个 把它组合而成的 神化了 这么一种动物 当然现在说 有恐龙 恐龙但是和 中国说的龙 完全不一样 钱 钱的意思呢 就说完那边 说钱呢 说完解释 说钱藏也 就深藏不落的意思 钱 咱们说 所以说 潜伏 就是 深藏的意思 勿用 勿用呢 意思就是说 不要做事情 不要做事情 所以 这句的意思呢 是 可以这么翻译 事与此谣 应该像龙 潜在水底一样 不要 有什么作为 这个 翻译就可以这么翻译 事与此谣 那么刚才说 事与此挂 像刚才他们 这个演算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可以说就差一个 就差一点 就变成纯钱挂 如果是纯钱挂的话 那么 你碰到纯钱挂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 钱挂的挂词 来判断 但是这个呢 它不是 所以咱们不能够用 用这个 纯钱挂的挂词 那么说 事与此谣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事与此谣 就是说这个钱挂的 出谣 就是如果 刚才咱们演算的过程中 如果 只有 出谣动的时候 只有这个出谣 钱挂只有出谣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古人规定 这个时候呢 就看 这个钱挂的 出谣词 那么就是 钱挂无用 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个咱们 下节课再讲 请不吝点赞